幽人神谷精彩演出节目勇者之见 让民众目不转睛 记者黄仲玉摄影 分享新舞台艺术节 昨晚在台中圆满户外剧场节目 由幽人神谷演出勇者之见 这场公益户外演出吸引几万人进场 演出前全场归舞 荧光磅为点亮梦想许愿 点点摇曳的蓝紫色荧光闪亮夜空 新舞台艺术节 由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主办 基金会董事长冯继台说 这次首度走出户外 让更多人能亲近艺术 今年主题是Love 雄昏古声涌入山谷市的户外剧场 古者腾空月起 喝的一声气势震撼群场 幽人神谷演出王者之见 结合古艺武术戏剧与舞蹈 包含大奏语 渡河吃剑之心等经典许幕 幽人神谷艺术总监刘若宇说 勇者之剑集结过去 幽人作品的精华 描述勇者必经的修行之路 持剑看见自己的怯弱 可找到面对生命的勇气 将带着观众随着鼓声 冲破生命中的各种难关 新舞台艺术节每年到不同城市 也让艺术能扎根到各个角落 现场观众举起蓝紫色荧光棒 在夜空中为梦想许愿 有小朋友写下梦想诗希望成为舞蹈家 也有高中生说长大后要做个有用的人 中信兄弟球员郑其红 岳东华担任艺术节梦想大使 诉说他们的棒球梦想 这场工艺演出邀请若室与偏乡学生到场 有80所各级学校报名参加 从幼儿园学童到高中生都有 让若室学子到场体验艺术户外教学 风济台也制赠艺术存折给台中市 由副市长林依营接受 风济台说 幽人神谷就是梦想家 在台上的一分钟 都是台下千锤百练的累积 透过震撼鼓声鼓舞更多人坚持梦想